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设刑事恐吓一名报社记者案 控辩双方8月28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 进行结案陈词 控方指X为诚实证人 被告黎智英是在未受挑衅下 有意图地恐吓他 法庭裁定表证成立 控辩双方陈词完毕 裁判官定于9月3日进行裁决 控罪指 黎智英于2017年6月4日 在维多利亚公园音乐亭附近 威胁记者X 称会使其人身遭受伤害 并意图令对方受惊 黎智英否认一项刑事恐吓罪 案件之前开庭时 曾传召证人Y Y表示 拍摄期间突然听到黎智英高声叫骂X 表情愤怒 他随即转身拍摄黎智英 他艺术黎智英 曾先后三次以脏话骂X 但忘记确切用语 并指黎智英离开时曾多次指骂X 为X诊断的精神科医生黄以千 也曾出庭做贡 黄以千共称 案发后X受精求医 并确诊适应障碍症及忧郁情绪 这不只是一种轻微的病症 而有可能导致病人自杀 据悉在香港 刑事恐吓若罪成 最高可被判监禁两年 和罚款2000港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